109年全国美术展 水采泪 刘佳琪 末日练习曲 金牌奖 我自己在这两年 然后在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 一种心境上的一种冲击 所以画面里面用了很多的 比如说废弃的消防防毒面具 然后还有在画面上有一些工业的建筑 营造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我会一直想要让我的水采表现出一种 比较重机理的质感 那这重机理质感在这两年的话 其实水采的煤材大家越来越热络了 所以就会开始开发出很多水采的打底剂 所以其实在我的画面上面 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是压颗粒 那那个不透明的厚度 其实我都是用水采打底剂去做出来的 我觉得现在的绘画里面 它其实很多都不再局限在单一煤材里面 所以当你跨到其他煤材的时候 两种煤材它可以并出更多的火花 那这个其实是我一直非常有兴趣的部分 就我想要让水采的煤材有无限的可能 我这次的作品叫做天堂来信 其实这幅作品对我来说 它的意义是蛮深远的 因为它这幅作品的产生其实是处于在我一个内心比较一个混沌 刚跟前任分手后一个心情很阴霾的一个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我对于创作来说 我也刚好是卡在一个瓶颈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探讨说 什么样的色彩什么样的画风 是更能够表达我现在这样子一个 比较内心比较一个阴郁的一个氛围 其实通常别人跟我聊绘画 我会比较想跟他聊一下 我大学以来我所见过的一些女性们 因为我觉得那些女性们 就是因为我遇到她们 所以我才更可以有现在的 绘画上的一个情势与风格 应该说我现在所有的作品 其实都里面都会有一些 我与她们之间的一些情感因素 这次画的是平凡之歌 然后运用的是 就是寒色调和暖色调 比较不同就是不停的交错 还有大量的干叠法 想要表达就是画面的层次 然后想要就是表达画面的空间变化 对 因为我平常都是搭捷运厂下学 所以就是通常都会在捷运车厢内看到 就是不同的人群 然后往来在就是捷运车厢中 然后捷运车厢的就是外部 还会有不同的就是光影 然后投射在捷运车厢里面 所以让我想要把这个画面就是画下来 我现在高二 就是想要把我内心就是想的一些想法 别人可能不能理解把它画出来这样 艺术与你零距离 在空域之中徘徊 在空域之中徘徊 李佩宇 李佩宇 居光过细 张鸿冰 风景标本 谢明基 Lie Emotionally 温齐君 回忆录 廖学聪 薄沙中寻找的苏醒 江一鸣 作望之际 张雨珍 我在这里 正为荣 汗水与收获 蔡宜娟 阅读的状态 艺术与你零距离